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怀就义 陈水扁 格兰大道在险前都是大家兵家逼争之地 那当然险前一页大家都要柯文哲 因为他们的网金很厉害嘛 柯文哲说我没有网金我只有义勇金 各位朋友台湾最不可思议 就很多人会相信柯文哲的话 我在这边已经批评他八九年了 各位朋友不管蓝白合不合之前 我都照讲各位朋友很清楚 我就是就拿事情来就是救世论事 那这个礼拜六 这个礼拜六 那蓝军在凯达格兰大道大集结 因为我们没有那些网金 我们住不到 所以23号晚上 在凯达格兰大道 你可以看到 因为这是韩国一 韩国一说大家一定要来 那当然所有的侯康这些人统统来 凯达格兰大道 总统武全 挺侯康求好康 现在耶旦节快到了嘛 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今天的耶旦夜是刚好是礼拜天 23号 24号是礼拜天嘛 耶旦夜 耶旦夜礼拜天 那23号 就是大家来热闹一下 这种天气有人说冷 其实只要不下雨 罐头专动那种热情 那种感染 因为过去我常常在参加这种会 采访嘛 台北第一场 台北市第一场倒数计时 我就采访 不是在台北市政务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很多人不晓得小总对于 台北市的熟悉程度 是30年来 所有记者里面第一名 我真的不是吹牛 第一年是在哪里办 在演气 根本没有人有什么记忆 第二年以后才回台北市政府 那因为台北市政府 是83年才启用 83年阿扁当选了 可是那时候 等于说 那整个广场那边都还很凌乱 还没有什么信力上迁 就没有嘛 那他们很想办 所以就在那里演气 梅花戏宴旁边办 那第二年以后才开始办 很多人都误觉 那有些人 比如说柯文哲 双城论坛 我告诉你 双城论坛第一次办是民国89年 他们在 我们是第几届 你们那些都臭了啦 所有媒体都写臭 只有我是对的 因为我去采访的啊 我新闻稿还在 我采访阵还在啊 除非把我杀了 你才可以眼眉历史 我告诉你 双城论坛最早办是满很久的 每年办的 我去采访啊 我们采访啊 那时候中国大陆 虽然是 2000年啊 还是很封闭的 那那些 规模不高 2001年 那就高了 为什么高 因为是我们回谎啊 第一年他们来 第二年我们回谎 我们回谎就 我们到上海 富丹大学 要拍那里 有一条路叫登辉路 你知道 都被阻止了 不要拍 为什么不要拍 学校我为什么不要拍 那边有一条叫登辉帆路 不过我要讲 因为他们要记念李登辉 富丹大学 以前有个校长叫李登辉 很好 刚好跟台湾这个李登辉 被小董 非常厌恶的一个政治人 我非常厌恶李登辉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台湾这么多的政治人物 你最重要就是要有 要有点人品 就是你的品格很重要 我现在被我骂的这些 就是品格都有问 我自己也不是说 我自己品格都 或者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但这是一个 一个家庭 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它基础的成本 它就是一个基础 你知道吗 为什么讲 因为你要有这 这种规范 他也不是说有法力 以后怎么来应手 不是嘛 就你这些基础的东西 要有 柯文哲当然是没有 我从过去就看不起他 我觉得这 这家教都有问题 我讲这个其实是 很伤人的 你知道吗 这个都家教有问题 柯文哲 2014 年来选台北市长 他怎么要讲 台北市不好险 台北市国民党 提名一条狗都当险 何况现在提名一头猪 狗就是马英狗 马英狗 对不对 猪呢 连胜文 他的支持者 好好笑 对啊 他霸凌别人 支持者很开心 连他的支持者 都是扭气 没有人性的 各位 我讲这是一个简单道理 你愿意你家的小孩 你家的孩子 他就这样去霸凌别人吗 不愿意嘛 对不对 现在 现在他去霸凌别人 大家就很开心 哇 太好了 阿伯讲得太好了 你羞辱对方 让对方毫无招架之力 这什么人性啊 各位 我讲 这什么人性啊 简单讲就这样 所以我看不起啊 2014年 人家讲说 内湖交通那么乱 那么烂 怎么办 柯文哲说 换一个市长就解决了 到他要卸任 我请议员问他 柯文哲稍头说 内湖交通没有救了 你做八年你没救 那你要干嘛 可是他支持着很开心 太好笑了 莫名其妙啊 连支持着都跟他一样无赖 对不对 现在大家最有名的 全台湾最有名景点 叫赖皮疗 柯文哲是不是很像 柯文哲 因为这两天的 新闻集中在哪里 在两边人的那些 柯文哲的 违法使用农地 跟赖清德的违贱 对不对 赖清德这个是百分之百的违贱 这已经是常识了 可是他坚持到底 他弄半天 到现在还不猜 民进党到处去捡起别人 那些人好歹都自己猜了 因为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猜不猜 其实在你自己啊 你不能等政府来猜 对不对 政府说 我也不能 因为有人讲你 我马上就猜 也没这个道理 因为 台湾每个县市都有违贱 违贱它有一个形式渐进 一个步骤 你是怎么样的违贱 譬如说你是100平 或者你正在盖 那这种我马上猜出 急报急猜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 譬如说台北市 你是民国83年之前的 那依照政策他不会猜啊 政策就陈水扁当台北市长定的 阿扁当前台北市长说 我之前的我不管 之后的你再盖我就猜 啊之前的 有没有 要不要猜 要 如果你涉及公共危险 或者你评数很大 或怎么样 对不对 他有一些标准嘛 那他还是会猜 不管你的联论 那这个就 就是一个政治解决啊 你说啊谁 谁也违贱 谁也违贱 为什么不猜 因为我们也没有说不猜啊 可是我们人力 我们这个时候没办法猜啊 我们只好有个节奏 排定 对不对 排定 既存为鉴 不是你老百姓来检击 我就要马上去猜 我哪有 哪有那个忍耐啊 那你老百姓一天 大家 奄奄相报 互相检击来检击去 那我整个市政策 所有公务人员都动起来 也猜不完啊 对不对 这实际上的情况 可是赖定的是要选总统的 他已经拗多久了 拗了两个月了 柯文哲比较聪明 柯文哲别讲 他马上出来说 他那个农地啊 七百平嘛 加新竹的七百平 他马上把上面的游览车 请他们走了 然后说要把水泥地把它刨掉 水泥地给大家停车嘛 这是一个特用的农地 用来做农牧用途 那你拿去营业 给游览车停 收钱 等于说坐停车场嘛 那当然 他是违规使用嘛 这柯文哲 柯文哲比较聪明 昨天被捡起 今天马上出来说 我马上请游览车者 马上拆 这个有什么好处 你新闻只能吵一两天啊 那柯文哲前两天才发布 农业政策 农地要农用 要干嘛要干嘛 没有啊你自己没有农用啊 可是柯文哲很聪明 我让你骂一两天就没有了 赖金德 赖金德就是这样 被人家骂两个 被人家骂两个也不拆 这我小时候住的 没有啊你小时候没有住 你小时候住这里没有住 可是小时候 你住的房子 你爸爸盖的公僚 已经被你自己拆了 你把那公僚拆了 然后在原地盖两层楼的透天处嘛 所以你说我爸爸跟我在这里的记忆 没有啊哪有什么记忆 房子你自己拆了哪有什么记忆 你讲这完全不合逻辑啊 对不对 赖金德重新盖这个维建的时候是 民国九十年 九十一年 二零零二年 我跟各位保证 因为这是杭照图拍的嘛 我已经跟我们很多朋友讲了 杭照图丢 美联政府 农业部 他有一个专责机构 他把台湾上空 用最精密的摄影 找天气好 都把它拍下来 拍下来 你这个房子上面有没有维建 在几年几月几号 我拍的就是这样 有没有一看就知道嘛 啊这东西你可以跟政府买 有时候要做什么政绩 我自己就买过啊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人家捡起 输家钱一堆 我们不能乱讲话 我们就去 就去买杭照图啊 什么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面貌 什么时候又是一个怎么样的面貌 我杭照图买来看 对不对 几年 民国几年是这个情况嘛 照片在这里啊 这照片没办法讲假话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拿出来 所以我那时候组织节目 拿出来一彎两个年 这是我们 我们在 我们没有调查钱 没有搜索钱的情况下 我们用合法的方式去买 然后来质疑苏家钱的农舍 苏家的 占用的那些 譬如讲 我们那时候碰到一个检济案 在 屏东 就是苏家钱 那时候 这个新闻要怎么做 一定要派人下去看 因为地方记者叫不动 叫不动 因为他们跟那地方太熟悉了 派处理家去 你现场去拍 杭照图调出来 跟当地杭照图调出来 调出来一看 那是剪几一个什么 一条巷子 这条巷子被他占用 被他们家人占用怎么样 他就用三块铁板 很大的铁板 前后上面 那你两边原来的房子 房子跟房子之间的巷子 他就变成一个房子 各位 用三块铁板 标一个房子 你说三块铁板有多大 很大很大的铁板 当然不只是这样 大概有三十平上下 占用的 就把一个巷子打他堵死 然后呢 他租人家 每个月八千块 这个 这个 这个黄东 因为他也不宜有他嘛 问他 月租八千块 在干嘛 不金杀 各位朋友 开那个 我们烧香拜拜 不金杀 卖金子的 卖这个 那大家可以看 我们就把这东西拍回来 收正回来 我们拿出来讲 铁镇如山嘛 各位 做新闻有时候跟办案一样 只是我们没有调查前 我们没有警方那么了不起啊 你看年轻人最喜欢的D卡 最近被要求搜索 警方很气啊 警方说我们搜索要跟他要资料 有人告妄碍名义啊 因为妄碍名义我常被告嘛 我很清楚 有人告你妄碍名义 我要求 那个人的资料 因为在网路上啊 D卡 2020年 民进党政府是完全用他来打 用他们 借着这个平台 来打韩国瑜 韩国瑜被打到年轻的票都跑光 他们很重用这个 可是现在D卡很多 年轻朋友在上面讨论民党 做的都差 对不对 是很差嘛 你只要想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 光一家小吃店 各位 这家小吃店的资本额是200万 他可以做快筛啊 我想 中华民国所有的名嘴 最早做快筛一定是我 因为我怕感染给同事 因为我们在录音间 或者录影间 所以我最早做快筛一定是我 因为我早早就买 我在哪里买 就在我们电台的楼下 保养 5G 1500块1700块 我就开始自己在塞啊 我很怕传染给别人啊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觉得情况不对了 因为我们过去有采访 SARS的经验嘛 知道说这个 这种上呼吸道 会病的 这种东西 呼吸相关的 这个 有个东西它就很容易感染 你吐口气 在电梯吐口气 就一堆人都被感染 这样 就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所以我就很有警觉啊 可是快筛 快筛后来大家需要的时候 买不到啊 买不到 各位朋友 两百 两百万资本额的 它可以跟政府 取得标案多少 因为政府那时候也 也被要求 民意要求说你要 你很多东西 你要提供快筛啊 对不对 大家记得提供快筛怎么提供 大家记得你买 你的吃哪一家 很多家啦 台售生计也有啦 楼市也有啦 我每一种都用够啦 我跟你讲 那 这两百万资本额在家 做政府的多少 的生意你知道吗 十六亿啊 这家是小吃店 小吃店 各位朋友 你这种光怪陆离的事情 不去查 是没有错 所以我在讲 各位朋友 大家看得很清楚 现在 柯文哲的农地 违法出租 收起租金 租金当然没有报税 各位朋友 逃漏税 柯批的正义在这里 我讲 你说小董 为什么针对他 没有啊 我每个都讲啊 对不对 你大家拿出来检验啊 就是都会讲 赖清德 赖清德是连 违建连 房屋税 地价税通通不讲 我在节目上 讲了不下十次啊 各位朋友 我十一页讲最多啊 因为十一页 大家都要缴地价税 我说赖清德不用缴 前台湾 副总统赖清德除外 每个人都在缴地价税 十一页嘛 对不对 现在十二页了 继续讲 他还是不理 无所谓 今天赶快找 林基出来讲啊 他的林基 在二版 连那个自由时报 大家也知道自由时报是一个怎么样的媒体 很好笑 就出来讲啊 在野党很不厚道 在野党很不厚道 你们执政党 你们被 你们 台湾的政治人物啊 被执政党 被民进党捡几了 我赎给各位听 通通自己猜了 我赎给 我用脑袋想的啦 韩国瑜 当年是不是被你讲 是猜了 杨宽人去年 跟林静怡 1月9号在选那个 是不是被你捡几拆了 那今年张志伦 在中和选几 他对手是吴珍啊 他在上面 有搭铁皮在打 在练高尔夫球 对不对 他是二层 两层楼的头天 上面那个屋顶 他还猜了 张志伦猜了 中和啊 廖先祥猜了 戏子 对不对 被你讲都猜了 黄狗昌 被你讲 他家戏子的那个 他还猜啦 因为黄狗昌 去帮柯文哲嘛 7月16号在凯道 然后大家看 柯文哲的老家 柯妈妈出来哭 可是还是猜啦 都是 连进党 都是你们 你们捡几的 啊你们捡几以后 人家都猜了 啊现在 碰到自己 哇 乡亲就出来讲话 自由时报就做二版 在一党很不厚道哦 我念标题给各位听啊 说 蓝白哦 蓝白哦 就是 去咬啊 蓝白咬 赖老家 乡亲 名不平啊 真的好笑 乡亲名不平 啊你在违贱啊 你们讲别人 哇都真正有词 正义 旗帜高级 那下面的 副标是什么 说没占 国有地啊 说他 说赖金德家 没有占国有地 那 请问一下 那块地什么地 那块地是你的吗 那你是占谁的地 你告诉我 不是国有地是谁 啊 我请教一下 你没占国有地 那块地是谁 对不对 啊 这块地 纵使是你的 上面盖的建筑 没有 没有申报就是违建啊 你一般人盖房子 你要申请建造 申请使照 使用执照嘛 要有两个照啊 你通通没有 而且你连税都没占 他说没占国有地 在一档很不够道 真好笑 啊在眼来处啊 各位 我讲这在眼来处 我们看到民进党 到处捡挤别人为战 别人也就 鼻子摸摸就拆了嘛 因为你要嫌挤 你搞政治嘛 那现在碰到赖金德 不用拆 连税都不用占 天底下有这个道理啊 大家用一个公道的方式 所以我说柯文哲最聪明 柯文哲知道 在怎么讲下去 自己稳书嘛 因为你在年轻人里面 是有比较高支持度 你这样说 那是我爸爸买的 柯文哲又来了 你知道吧 我一件是妈妈盖的 用来晒衣服 怕下雨天嘛 对不对 那 这块地 我爸爸 跟我讲啊 新竹有一些长辈 都做医生啊 我们五个人合买 都我爸爸在管你 好吧 你赖给妈妈 赖给爸爸 也没关系 但是至少 他把游览车弄走了 说今天要 开始把水泥都拆掉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柯文哲知道 知道我的选票是在年轻啊 这年轻人 他觉得没道理啊 你们都在猜别人 柯文哲在台北市场那里 说要猜别人 很多都没猜 违建也该大了 我老实讲 他那时候讲说 哇 我要处理违建 为什么 因为南港违建 顶楼违建 有个老先生 刚好失火就烧死了 20 民国八十四 不 那个 2015年 民国104年 哇 那时候 全国所有媒体 我的老东家联合报 做整版 柯文哲要拆违建 以前每个首长先是要拆违建 哪有人媒体做那么大 都在地方版 哪有说前后版做三版 前版 因为大家都认为 柯文哲应该是讲真的 他没有包吾啊 结果他包吾更多啊 2014年他为什么可以选台北市长 民进党为什么不提名 民进党其实是有半党内出选 有三个人出来选 结果最后谁出现 姚文志出现 那如果姚文志也选 柯文哲也选 那 利盈一定漏败嘛 对不对 分了票 所以他们又办了一个 利盈的党内出选 柯文哲出现 那这个主意是谁出来的 用利盈的党内出选 你让柯P柯医师 黄成国啊 黄成国市长部主委 所以黄成国对柯文哲有恩啊 各位朋友你可以上网 黄成国的违建 柯文哲一直不猜啊 有人捡起 捡起好多年 那捡起的议员 有一天碰到我 她是西红亭啊 她说啊 这选举 真的 这不是 这个捡起 因为她在执行的时候 捡起 压力真的好大 很多人都找上门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小弟本来要来问问你 你怎么可以执行这一题 西红亭 我说台北市议员 碰到这种情况 我说 碰到违建 那种态度 你就可以看到 什么叫总统的格级 有没有总统格级 没有嘛 讲别人 讲得那么大声 斩惊迭迭 碰到自己的 哭泣哽咽 这个是哪一招啊 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马上回 董哥记得喝水 好 董哥要不要先讲一下今天有什么行程 好 OK 今天等一下两点要上那个 那个宅仙的新闻大白话 TUBS 56台 好 那我们今天从道洋开始 好 谢谢道洋 董哥好闻 我那时候写 郝隆斌跟谢郎婷在选的时候 那我写了一篇文章 各位朋友可以看 道洋他的转述 他投上来了 冲来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现在广告 我只是因为有队内 店主来 我们坐中心 好好 OK 来 来 哎呀 董哥好 这出信您有看过吗 你说这 我没有去看 我没有去看 他都在忙 对 我选举都比较忙 没想到 这要看 这很好看 对我我知道 我很中开票 没有 我那个企划他昨天有 伯给我看你们那个 有 我有看 有 影片 他有给我看影片 看现场整个炸掉了 对啊 我先把这个练一下 好 来 道洋 谢谢道洋 非常感谢 然后新加坡来的柯小姐 谢谢 非常感谢 柯小姐 你会回来投票 对不对 谢谢 OK 送丙隆 谢谢丙隆 非常感谢 还有三字幕 三字幕你给我 多内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还有招宜 招宜是新竹的好友 谢谢 GinoGino 非常谢谢GinoGino 还有爱丽克斯 谢谢爱丽克斯 谢谢你的图案 然后洪家虎 谢谢家伙给我一个大拇指 很感谢 然后Tony Pan Tony Pan 吴兴杰的老朋友 以前 以前 都跟我吃土杀 最近我没有来 这 克文的人格有大问题 那Tony Pan 谢谢 然后 朱靖刚 谢谢靖刚 前党挺一人 论文2.0 没有错 他现在复制的就是 七年论文硬挺到底 现在一个违贱硬挺到底 这真是 硬衡百事不解 好 谢谢 我们准备回现场了 哎呦 来 一号出口 出站就到 抢先一步 让您的企业赢在起跑点 永宁一号 02 2268 8333 绿意开发 德华行销 欢迎小董真心话 今天很开心 大家可以看到了 总统 唐仲胜 还练组 大家熟悉的老朋友 为什麽 因为我们全民大集团又来了 又来了 董哥好 大家好 是的 我是重重 我告诉你啊 其实 因为今年 投票选举吧 选举到前十天的规范很多 不能这个不能那个 那 但是现在还在十天之外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可以好好的来讲 可是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忠贤都会很怕 你看他们最近去查低咖 低咖 过去他们是靠低咖打败韩国瑜 把年轻人的票都去容 现在警察去说 有人捡取你妄碍名义 我听到妄碍名义 我都很害怕 因为我常被告妄碍名义 哇 然后说要求他们交出那些东西 那他说不能不能交 交了以后你如果是 人家 这东西随便外泄的话 我的会员 我的那个 参与度就少了 对 那警察说我去拿搜索票就搜索 其实那些国外脸书那些 也常常有妄碍名义 嗯 我们政府就闹肿了 就不敢 嗯 结果他态度 对碰到国外的媒体就不敢 不敢 所以我很想把金门搞成独立 大家来金门设 我们就变国外 哈哈 这一次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疯狂电视台 2024年 他最精彩的 其实大家都记得 四年前我们是 边开票 边演戏 哇 真的精彩 身临其境 对不对 各位朋友 那 今年 我们实在问一下 重彤 你们 今年有新的那个 就是要 要给怎么样 给大家一个怎么样的惊喜 每年这出戏都会 每一次扳演的时候 他都会有新的实事的梗 所以这四年来又累积了不少 对我们有一场戏 那个董哥常上政论节目 但我们在这个疯狂电视台 他讲的就是一个电视台的故事 很烂的电视台 他怎么样起死回生 那里面的政论节目 他不是用 坐在那边 蓝绿对骂 他是 直接搞一个擂台 然后蓝绿扮演成 职业摔角选手 就直接打 对 然后对方 就还会有这种 不管每一个招式之外 还会有攻击对方的丑闻 或者是弊案 不能讲太清楚 不会 不会 完全没有 就完全没关系 这只是跟大家讲形式而已 讲形式 真正的内容 近来看太白痴了 对对对 就像我刚刚看到这边 有那个抖内的 就是大家 董哥说大家听电台 不过瘾 一定要看到现场 看到画面 爽了有参与感 他就来抖内 对啊来支持这个节目 支持董哥 一个擂台 然后同时也是一个 政论节目 这样大家互相表演 是开票的一个 一个场子 同步开票 他只是一个单元 就有一场戏是擂台赛 那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戏 还有类戏剧还有什么什么 只是因为遇到这个 所谓的总统大选特别场 所以我们在现场会开票 而且我们开的票数 是全台湾各电视台 我们是最精准的 最公正的 最公正的 很妙哦 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思维可以破解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在不违法 但是又有公信力 然后又省钱 我们不用养记者 不用去做什么 我们就 请公读生 我们就可以做到 全台湾开票最公正 最精准的一个票数 哇 所以董哥你想 四点就投票结束 开始一张一张开 我们六点开演 所以大家投完票之后 就可以先吃个小点心 朋友三五好友 家人 约了来剧场 六点开演 有一个中场休息 那我们中间 第一场戏就开始开票了 那每一个戏剧节目 这中间会适时的会在 把票数报给大家知道 所以大家不用太去 关心说 哇要滑手机 不用 因为你再怎么看 也改变不了事实 就跳已经投完了 跳已经投完 但是我们一直开的时候 很妙的是 以前我们演出这种特别场 就在现场你开这个票的时候 你会 听到那个观众的反应 你会知道谁是蓝 谁是绿 谁是白 很好玩的 很好玩 哇 各位朋友你光 听崇崇这样讲 就知道很精彩 因为他里面有非常多的梗 那当然很多人 会守的电视机说 我关心的要看那个 但是你里面的 气氛太紧张 他在这边啊 同时 有没有 就是 有观众在提问 有没有猜我一件 哭哭 我们告诉你啊 有些东西的梗 在里面都会呈现 这个应该都会有 大家把对对方最不满的 写出来 我们有机会就帮你们演 在舞台上演 对对对对 舞台上演出来 其实很多东西看起来就 是很过瘾你知道吗 而且那种十四个人 你啊 有时候哈哈大笑 有个灰心一笑 啊有 有时候你知道啊 他在表达什么 他他在讽刺什么 那这个 因为我也常在讽刺别人啊 是 做那个政论的时候嘛 可是你有时候看哦 我们其实做 做政论或者自己在 当名嘴在外面那个时候 有时候很多事情是要有 及时的反应 嗯 那这个反应 就是 让大家就 哎呀这个讲的不是刚刚 昨天那个谁谁谁怎么样 把这种事情拉出来 大家听了就 哈哈大笑 那因为我们 很多朋友对 我们整个全民 会这么有感觉 其实 从伟中哥过去 在抓那些题材 就很那个 伟中哥跟我讲啊 他以前要一直要找人 模仿我 可是发现我的国语不好学 哈哈哈哈 所以他找找找 找白银去演那个陈飞文 啊 很像 然后 后来演一演又说 啊让他演陈菊 很像 大家 其实 哦我就跟他讲说 你这个是看人家身材吧 是不是 哈哈哈哈 不过那当然也是哈哈大笑 这为什么 因为你有很多个人 你就变成要对时事哦 我发现他们对时事 比多数的名嘴还了解 我不骗你啊 嗯 他要去抓里面的精神 那有的名嘴很混 他 因为我也碰过非常混的名嘴 就是 上来你根本不晓得他在讲什么 或者很多引述的东西错错误 我们当组织人 要告诉他 这信息是错的 不是这样 那 各位朋友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 疯狂电视台 那 这一次 你们从 你们从六点演到几点 那九点钟 六点演到九点钟 寒中场休息 八点半多了 然后演完的时候就是大家 那个结果差不多了 就是可以吃三种饭 第一种就是庆功宴 第二个叫做喝疗伤酒 第三个叫做吃和解餐 就是大家和解一下 因为有时候朋友之间不一定谁挺谁 对啊有时候你如果说真的说 大家立场不同 其实都不能改变什么 你睡一个觉 明天起来不是大家一向过日子吗 是 这已经好几届 这二十多年来 大家都是这样过的 所以不要想太多 我觉得投票投完了 就把你的快乐 跟痛苦交给我们 那两个半三个小时的时间 绝对 刚刚董哥讲有 有会心一笑 有哈哈大笑 还有一个叫更 叫炸开的爆笑 哇 我们那时候演出的时候 我们是有 有几乎要把那个剧场整个炸掉的那种爆笑 而且好几次 好几次 因为剧中有一些大家想不到的剧情 那我自己有一个朋友是 那个 那个也算半个圈内人的 他很扯 他就是以前他这个戏 他有七刷 因为我们这个戏十二年前就开演 到现在演过一百五十几场 海内外 然后 他总共七刷 我说你怎么会看那么多事 因为你们每次都有不同的十四个人 然后我每次都有带一个女生去 但是看完这个戏之后 就在一起了 我说你这个王八蛋 你把我们这个艺术文化的表演 当做你的春妖 他说真的很有效 那我说为什么只到七刷 他说他没办法 因为第七刷 那个女朋友现在是我老婆 哈哈哈哈 下流 对 我不方便讲说他是谁 讲了大家就知道是孩子玩 孩子王剧团的团长 哈哈哈哈 现在很现实 不看了 他现在不看了 对啊 因为七刷了嘛 他老婆也知道这个事情 每个都变成他女朋友 哇 真是很好用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种戏最难的 抓十字梗之外 你要让大家 就 观众要驼射到你身上 知道你这个 有时候你弄半天人家不知道 那种笑就笑不出来 要有共鸣 不能让人家强言欢笑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戏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了 其实这是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大季宴 那你要听一下 炼祖 他们这些年来做了这些 这种事情 让你身临其境 你又不会那么枯燥了 嗯 那 其实 你们每年都是这个时候 就把那个租 租下来是不是 炼祖 因为这一出戏真的是太闹了 太好笑了 所以以前国家剧园都不让我们进去 忽然有一年就跟我们讲说 他们有个空的档期 好开心 终于可以去国家剧园了 那一看 是总统大选 难怪人家不要 大家都回来去看电视 对 我们就说 好啊 那我们还是要 我觉得这一出戏不怕 不怕选举啊 所以我们就选举去 然后我们就那时候特别 挑 开票的那一场 但是同步开票 就一公布票马上就卖完 之后 我们就每年都在 只要碰到选举 每四年 因为别人也不会来 对一定会放弃 因为他我们申请党籍大概都是 大概一年前就申请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 选举是哪一天 哪一天 对 所以有些人已经选了 但后来发现 哇是碰到选举 他们就会放弃 所以我们就在等 那今年为什么 会在 那个台北比亚人艺术中心 对 因为是他们提 比较早把这个档期丢出来 因为后来没多久 国家巨人也丢出来 但我们说对不起 我们已经去 去另外一个场地了 所以这个场 这一段时间呢 如果你是艺文爱好人士呢 我跟你讲真的没什么 表演好看 对就像我们这种 不怕死 那如果你是政治狂热分子的话 你没别的地方去 因为你只能够去到一言堂 因为比方说你支持蓝的 你就到蓝的开票地方 但那边 同温层没有用 而且如果漏弦很丢脸 对 抱头痛哭 对 就是来这边 因为一千两百个人 一起怎么样 一起看开票 然后你可以从那个判断 你旁边坐的是蓝 还是绿的还是白的 然后是不是同 同温层的人 然后 会大家一起去享受那个快乐 跟一起享受那个失落感 对 对啊那个感觉很特别 然后 有我们的催化之后 你的快乐 你支持人当选 你会超爽 那如果你支持人没当选 你没那么痛苦 因为你会记得刚刚的欢笑 对很奇妙 这出戏有一种特别的那种 能够融合蓝绿白之间的那种 那种 大家这种 不管是恩仇 或者是快乐 或是悲伤 那你会不会碰到 有一些政治干扰 比如说有人拿 拿谁的棋子 拿个经济 不会 会走 会走到这个剧场里面的人 都有基本的幽默感 然后说真的 会有失落感 如果是落选的那一面 但是他们其实是在那个过程中 是在被我们的戏疗愈的 还有他会被我们的这种喜感 或者是制造出来的欢笑所影响 对啊 其实有时候一出戏 大家看了很够 很多努力 马上回来 是 我们刚刚那个留言里面啊 就是有有有很多人贡献的一些 一些点子 做的戏嘛 好啊 要不要看一下 有人说那个 现场很刺激啊 对吧 弄出来 这样 这样子会比较清楚 对 不要太难的 因为这些你们你们提 听众朋友你们提供的点子 我们要用的话 我们要背台词 哈哈哈哈 对啊 而且我们是真的是 演出 吉星啦 很多是吉星的 对对对 但有些东西 演出当周才会确认一下 是是 太多事情 是的 巧新有合作过 我们跟巧新有合作过 对对对 巧新那一次有来 对对对 谢谢梁峰啊 给我的读念 非常感谢 賴皮疗 賴皮疗 一定会有 这个因为闹得还蛮大 对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国家的骨鸡了啦 农地停车场 那柯文哲 柯文哲的农地停车场 上面停游览车 谢谢 那我们这一次 之前我们都是蓝绿互打 那今年比较不一样 今年等于说是萨卡 所以我们会把白野加进来 哦白野 那怎么打呢 还不确定 哈哈哈哈 一个擂台上要三个选手打 擂台赛 雷台赛 目前有想到一个解法 对 到时候大家进去想看就知道 对对对 先那个 阿扁有错吗 哈哈哈哈 是阿扁错了吗 哈哈哈哈 我想 我相信 哎呦 说靠腰的口头禅的 跟什么 賴品渝川比基尼来的立法院 对 带王请民事啊 哈哈哈哈 那是谁 那是 万里新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董内 好来 我们董内先念 朱俊刚 是先金刚 金刚 论文2.0 前党挺义人 没有错 现在维建也是前党挺义人 先 所有的名嘴都出来讲 他那个 是 没问题的 那我今天看一个名嘴说 他那个只要申请就可以合法了 怎么想 我想 奇怪 什么 碰到 賴清德就开这样的门路啊 听了真是好笑 好 馬勒哥基斯 艾兰来的好友 他还给我 躲内 非常感谢 然后 Snow567 谢谢 给我一个笑脸 很感谢 然后 Francis Francis 是 这里是老朋友 谢谢他给我大大的一笔抖内 非常感谢 然后 洪阿花 谢谢阿花 感谢 也是一张 漂亮的图 还有Kawaii Kawaii来了 谢谢 谢谢董哥 让前面大家都来打戏 没有错 越看越年轻 然后 Jimmy 谢谢 非常感谢 好我们准备回现场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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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 到来这边就疯狂 抓狂 耶 嗨 大家可以 看到 就是我们现在政治 非常的 热闹 可是其实很多事情也很疯狂 真的 那 刚很多朋友 在上面提出很多建议 没有错我最建议其实 他里面最主要是什么 就时事的梗 你要 能够穿插在里面 还要有誰 誰性的那種那種就是馬上可以讓大家覺得 你有抽到一個笑點 那這個其實是很難啊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這一次 這次那邊如果這樣的話場地是不是太小了 一千兩百個位置 對所以過去我們這個總統大選演出 基本上就是一定會賣完了 不管在什麼場地都會賣光光 對都會賣完 今年也應該是會賣完 因為其實選舉越熱 其實有些人就覺得有些人是覺得很煩 不想再看 那我去看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那因為現在人其實都很喜歡參與 像我們都會有些留言啊抖內啊什麼 那這齣戲最厲害的地方他能夠演一百五十幾場 其中一個原因是現場的觀眾可以直接參與我們的演出 對全場 對蟲蟲會直接下去拉人上來 配合我們一起演出 因為台灣有一種戲劇是比較辛苦的叫做類戲劇 對他只要聽旁白 對著鏡頭做表情 對所以我們就直接教台下的觀眾怎麼樣演戲 把他帶到台上來 就直接跟我們演 類戲劇就是像那個聖竹如大哥主持那種 台灣變色龍藍色蜘蛛網那種 然後我們在現場有三個觀眾會被我們拉上台 之外全場的觀眾也會跟我們一起演戲 配合我們的演出 董哥你知道嗎我們這個戲是做到超99%的觀眾 我們不用跟他講什麼 前面有過一個這個示範教學之後 當我們鏡頭一帶那些鏡頭被拍到的人 因為我們那個舞台上有個大螢幕 被拍到的人他會觀眾會看到大螢幕上有他 他看一看就開始做動作 然後他就開始演 然後其他的觀眾就會跟著跟著來 99%全程配合 我們要他幹嘛站起來就站起來 坐下來坐下來 很妙 這是耶穌會啊有思想有信仰啊 真的那個是被集體催眠 然後不管男女老少老外來看 聽不太中文的他們也跟著做 很神奇 我們剛開始創作的時候也沒有想到會到這個程度 就他們融入的程度怎麼 對觀眾非常投入非常投入 就變成說從在台上叫他們做什麼 他們就做什麼 然後舞台上有一個路燈 然後我們只是講某一個演 某一個觀眾上來演的那個角色說 那個路燈我們那是路燈喔 我們只是說他突然興起就想跳鋼管舞 我們沒有跟他講那根是鋼管 他一看到那個路燈就自己 然後有遇過幾次那個演員是太high的 那個觀眾 他拉拉拉把那個路燈拉倒了 我們趕快去扶 我怕他有危險 所以其實這個像這樣子演出 一般對劇場導演的人是不太願意 因為風險 對不可控因素太多 但因為從太厲害了 他極其的反應以及他的身手很矯健 有任何的狀況他可以馬上去處理他 哇大家可以看到 哎呦我受到哪裡 哈哈哈哈 尾中哥上身 對阿對阿 大家在尾中哥的節目說 我受到哪裡 那當然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我們時候的 這種 戲劇裡面啊 你很少像卸戀主他們做了這種 跟十四搭的那個又有點政治的諷刺 那這種味道就是說 在沉悶的 顯戰裡面 其實讓大家覺得會心意笑很開心 是是是 那當然你平常聽我節目聽我在罵人 可能又是另外一種紓壓啦 哈哈 我每次坐電梯 我在外面碰到阿董哥 抓著你 聽你節目好紓壓 哈哈哈哈 我說最紓壓的是 聽我節目不用錢 哈哈哈哈 免費 免費 對對對 但是來全民大劇團的戲要付費 對當然要互惠 那所以我在這邊 跟大家講 我們差一點點就五十五十 現在四十九大概 四十六點八點九吧 一點點 但是 我們現在 就希望大家公開 讓我破五十萬 不用錢 那當然你在YouTube幫我 把它傳給好朋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些震的能量 要傳出去 是 我今天看了三部媒體最感動的 就是陳舒吉亞媽 在中時放頭版 他說 做人比考一百分鐘要 那我們最近在講什麼品德 講那些 其實有時候 人生 大家也知道不要太嚴肅了 但是你基本的品德應該有 這個 大家 這個愛心菜飯的阿嬤 已經煎了幾千萬 賣菜賣到煎起幾千萬 沒有 他也沒結婚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國外媒體報導 我們台灣才知道說 台灣有一個這樣的 這樣的人 陳舒吉阿嬤 但我今天不是要講說教或什麼 我講說我們人生 當然你有時候碰到選舉 有些東西你要有選擇 那這個都沒關係 可是他可能就影響你 就影響你阿 因為他有個政策 那就會造成了將來 屬下那些觀念要怎麼去做嘛 所以是會有影響公司新來一個總經理 大家的那個就會有影響 譬如說不准睡午覺 新的規定 不准正便當浪費公司的店 萬一來這樣你也很 很晦氣對不對 好那我們這個 在歡樂裡面阿 我跟各位朋友講 無所不在 可是有一群朋友 他們絞盡腦汁 希望說 讓大家能夠看不一樣的一個 選舉的氛圍 當然那一天是開票 你已經經歷過這麼多緊張 到了 到12號 像我住金門 今天上午金門所有的群體都要我回去 說你回來了嗎 我說我忙得要死 我怎麼回去了 那 當然 當然 為什麼因為很多人就覺得說 可以互相來談一些問題 當然政治啦 國家啦 或怎麼樣 很多東西很嚴肅 但是我絕對不要 為什麼因為 我跟他們講說 我們這年紀 大概頭誰都定型了 我們如果在那個也都是互相齊軟 對 都是互相齊軟 但是我們看到 煉主他們這麼多的朋友 他們 在一個 肅殺的險情裡面 跟大家製造歡樂 那煉主你要告訴我們 去哪裡買票 幾月 我們演出時間 就是投票當天 1月13號 那演出地點在台北表演藝術中心的大劇院 在士林 對 建坦捷運站出來走路 32秒8就到了 哈哈 大家知道吧 以前那憲兵隊對面 購票可以到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我那時候來台北那裡 那裡好像叫做美國學校 沒有美國學校 在旁邊一點 在旁邊一點 對對對 大家知道 那 如果你不知道你就Google也好搜尋 那 各位朋友 那票價呢 票價 票價從800到4000 哦800到4000 對對對 都有 可以依照自己的需要 那剛才留言 講到什麼 賴皮聊啊 柯什麼的 我們都會放進去 哈哈哈哈 然後演員除了我之外 還有康茵茵 大學生的沒出來的康茵茵 還有洪都拉斯 洪哥也會來 這個科串 對 吕少奇 黃毅豪 吳志偉 歡迎大家來 然後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體會一下 這買一張票進來 你有好幾種身份 第一個是看舞台劇的觀眾 第二個是看那個 現場電視台直播的觀眾 在攝影棚 因為我們電視台 舞台上就像個電視台 第三個 你是在家裡面 看電視播出的觀眾 當作在家裡面 三種觀眾的身份 然後另外你可能是演員 對 你可能有機會 跟我們上台演 那也可能坐在你的位置上 跟我們一起演 對 所以有很多種身份 所以一張票價 四種享受 三種觀眾的身份 一種演員的身份 大家可以看到 從從李少奇 康茵茵 還有黃毅豪 那絕對魅力 天生好手 完全自爆 還有苦幹實幹 然後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不是斷交了嗎 哈哈哈哈 那是拜蔡英文之士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們 洪都拉斯跟巴拉馬 都是在大陸時代就建交了 搞了七十幾年 然後被民進黨把它斷交 實在是也是匪夷所思 不夠沒有關係 我們其實要開心 對 你內心有開心的因素 雖然那時候想情 可能看出來 你可能大失所望 或者你覺得說 好像也不如你一期 但是沒有關係 各位朋友 我們今天很開心 1月13號投票 晚上 然後我們就到劇場裡面 大家開開心心 全民電視台 全民電視 밤 felic